现年34岁的韩国女歌手孙旦飞 近年来转型做演员 8月11日 她和男星郑尚勋亮相节目 认识的哥哥 宣传即将在10月上映的新片 背叛的玫瑰 节目中孙旦飞则大爆过往被拍裸照 以及偷内衣的经历 令在场所有人十分惊讶 孙旦飞表示 以前在澡堂洗澡时 有人不停偷拍 虽然对方尝试着不发出咔嚓声 但是看着她的动作 便知道是在做什么 于是当场质问了对方 并要求当面删除了所有照片 另外孙旦飞还声称 有段时间正在忙于宣传新歌crazy 连家门的密码都告诉了经纪人 但有一天回到家时 却发现所有东西都不见了 甚至连内衣库都被拿走了 孙旦飞对此笑言 当时经纪人因为沉迷赌博而欠债 连公司的物品都偷走了 可能是真的很着急用钱 后来虽然找到对方 但是她已经变卖了所有物品 全部无法找回 而和孙旦飞是14年老友的主持人金西彻 也借机回忆起以前经纪人偷盗的经历 金西彻说道 我们宿舍是分上层和下层的 这种伤心事永远是一生遇到的 那天因为她生病 所以留在房间里休息 因为听到呲啦呲啦的声音 就走出去看 就看到经纪人连粉丝的礼物都偷走的场面 哎 真没想到经纪人还会干这种事呀 不过也可见 在韩国当今纪人的待遇也不怎么样 小吴视频寒流第一线综合报道 小吴视频